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打算来做一个情侣向的Q&A的视频 然后今天视频所有所有的问题 都是在小红书微博和B站三个平台上面发过图文征集的 然后我们今天选一些点赞数比较高 不太涉及到隐私的这些问题去进行个回答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视频吧 那我们依旧上是之前我的个人像Q&A一样 从那个粉丝数最高的小红书的平台开始说起 第一个问题是756个赞 之前和安毛为什么会分手 后来又是怎么和好的 我跟安毛刚在一块的时候 其实只在做小红书 然后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累 今年二月份开始做B站以后 我觉得我们两个争吵的次数好像更多了 有一些问题就是思考的方向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偏差 我当然觉得如果我们两个价值观慢慢的往两个方向走的话 就没有必要捆绑对方 彼此分开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 所以就提出了分手这样子 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别的杂碎的小的原因 反正就分手肯定不是因为一件事情构成的 所以最后导致了分手 然后中间有一些导火缩什么的 分的比较突然 但是当时就直接分开来了 然后为什么和好怎么和好的 你来说我来说 你来说吧 和好就是 与我而言和好是因为还是有点不甘心吧 就是觉得就这么分开了 毕竟也在一起有一年 就当时分手的时候也在一起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我自己处的那一段时间 加上今天已经回国了嘛 就是我社友已经回国 然后一个人就会觉得有点孤单 虽然表面上看着没什么 然后慢慢也调节开了 但是总感觉情绪一直处在一个相对低落的状态 就虽然说一个人能做的事情也很多 然后每天很充实 但是两个人待在一起多少 还是会比一个人要更丰富一点 然后怎么很好的 就是他一直没有在放弃 然后我也是想了很久 要不要复合 其实还是自己开心最重要吧 过得舒服就好了 所以就还是觉得能在一起 就继续尝试在一起看看 对我来说 为什么复合 因为就能遇到自己的特别喜欢的人 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就那一段时间还是一直在坚持 可能也是我们两个 也是感情还有还在 第二个问题是父母会建议你们住一起吗 这个问题下面还有人提出 还有就是怎么跟父母说同居 我这边的话 我爸妈其实我妈知道我跟安芒住一起 然后她也会看我们的视频 她去年12月来美国的时候 也是跟我们住在一块这样子 所以我妈是不建议这个事情的 然后至于怎么跟她说同居 其实我跟安芒从来就 就除了现阶段是在一起住的 但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同居过 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分开住的 她有她的公寓 我有我的公寓 只不过住得很近 然后我可能我周末会去她家这样子 但是我们并不是完全住在一起的 然后现阶段同居这个事情 我当时是三月份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安芒那一栋公寓楼是没有那个叫什么 独立空调 对他们那一栋楼是没有独立空调 是中央空调 我们觉得相对来说有一点危险 然后加上疫情比较严重 我们也要开始减少外出 所以她搬过来我这儿住 就是可以让我们两个都避免 就是外出的频率增多 然后我是直接跟我妈说 安芒搬过来了这样子 就没有说怎么样 我妈也是很赞同这么去做 我妈更多的时候 其实都是在跟我说 两个人要互相照顾好在国外 主要是这一点原因 所以住在一起 相当来说还是比较好接受这个问题的 关于我爸的话 就是我妈在做思想工作 就是我妈会跟他说 两个人在国外互相照顾什么的 就我没有专闭去跟我爸聊过这个话题 而且我也是 我跟我爸是很避讳 我谈恋爱这个事情的 就是我们打电话基本不聊 男朋友这个事情 可能爸爸就是对女儿会比较那个一点 我也是一样 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 跟我的父母说了 我会搬到你家 然后他们也是觉得这种方法是可取的 然后也是觉得可以互相照顾好彼此 对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大家成年了以后 我打算跟对象住在一块的话 一定要诚实的跟爸妈去交流这个事情 不要说欺骗他 我觉得跟家人之间交流 就是一旦你有过一次欺骗 他们中间有过那么一次不信任以后 之后很难都再去理解你 相信你 所以最好就是跟他们好好去沟通这个事情 就我们已经到这个年纪了 把现在你的一些需求 或者一些想法 你如实的跟你的爸爸妈妈说 如果是通勤打理的父母 基本上他们一定会 就尽可能的去接受跟满足你的这些需求 对 如果说想要去说服爸妈跟对象住在一块的话 你们可以讲出两个人一块住的好处是什么 当然你要列出不好的点在哪里 然后你要说明白你自己可以去承担跟承受这个风险在 然后这样子他们就会比较理解 你是一个有主见的人 你自己愿意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他们最希望看到其实就是这一点了 然后下一个是欺骗和安毛吵架的一般会怎么解决 一般我道歉 是吗 对安毛道歉的 就是他主动 主动道歉 你没有主动道歉 有 很少 一般就是这样子 如果是自己自身的原因 都会给对方道歉 主动道歉 然后如果是两个人发现一些争执 你被不开心 那我就会立刻道歉的 下一个问题是 在最开始谈恋 双方都有要一直走下去的想法吗 还是说走一步看一步呢 我的话我最开始的时候 并不会有太多的想法 我觉得这种都是在一起时间久了 相处久了 了解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两人在一起相处 到底过得开不开心 合不合适 一直在一起才会渐渐的有这种想法 现在的话我会有一系列这样的想法 就是一直在一起啊 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年纪去谈恋爱 其实比较好的一点就是 大家其实还算年轻 就是不怕犯错或怎么样子 因为你可以有时间有机会去调整嘛 然后如果说你最开始就抱着特别特别大的期望 就是说我一定要跟这个人一直走下去 然后最后在一起 你可能之后就会有更多的失望 就是在我的观点看来 谈恋爱不要有那种养成器的感觉 就是把他培养成一个你喜欢的人 我觉得你喜欢一个人就跟他在一起 然后你们两个慢慢慢慢的成就对方 然后做好自己的同事 两个人一起在一起 这才是最好的一个相处方式吧 也比较长远的打算跟想法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还在读书嘛 很多东西就是还没有办法做确定的 像我们将来工作 我们也不确定将来对方的职场会是什么样子的 可能会有很多不定的因素之类的 怎么认识的呀 谁追的谁怎么追的 其实这个问题我在之前我自己的QA里面回答过 我们两个认识其实还蛮搞笑的 就是我结束了上一段感情之后 当时是处在一个情绪比较低落的状态 然后金金就说不用怕带你出去玩 然后我们就当时去了阿毛他们家去撸猫 因为阿毛当时的摄友有一只 就是加飞猫 然后就是无一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去撸猫的当天 也是第一次打麻将的 就他们家当时有一张手搓麻将机 然后对他们就教我打麻将 然后当时他就坐在我的右边吧 对就是高高瘦瘦的一个男生在那带着眼睛 一副很斯文的样子看着 但是当时没有特别注意他 因为他们家人特别多那天晚上 打了几把麻将之后就走了 我就不一样了 就有一点相反了 特别你没怎么注意到我 但我也在注意你嘛 好好好 然后就一直印象很深刻 后来又是过了一段时间才聊到联系方式 然后后来又开始聊天开始认识 对 然后是阿毛会看别的小姐姐吗 如果阿毛追星 追别的小姐姐星会生气吗 我不 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 但是我不看 所以也不存在生不生气的问题 对他从来不会看别的 节目啊也要好好注意到 对啊像之前看清水游 你都是我死鸣拉着他看 我每次喊他起来看 他都不愿意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说这个女生挺漂亮的 但是就还好 因为我觉得他的眼光还是挺OK的 就是他他觉得很漂亮的女孩子 我也觉得真的很好看 所以就还好吧 嗯 但他不会有追星或怎么样 恋爱进入平淡期如何保持新鲜 就是 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没有到平淡期 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到平淡期 因为我们两个谈一直都挺轰轰烈烈的 就我们可能就会找一些事情去做 怎么说呢 就是有一句话可能大家听得到很多 但其实还是很有道理的 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些新鲜的事情 就可以保持这个新鲜感 然后我们也会一起尝一些新的事情 或者找一些事情来做 就保持住 然后就像他突然发现了什么好吃的地方 然后我们说那我们一块去 我觉得就是每天有那么一点点小的惊喜 或者在那里就会保持住这个新鲜感 至少不会觉得很平淡 然后觉得这个人很无聊 或者那样子 可以聊聊恋爱后具体该怎么做 来控制和异性之间相处的距离 才比较合 你有男女朋友的时候 你的异性朋友也不会那么主动的来找你聊天 而且自己也知道有男人朋友之后 尽量减少一些无必要的交流 就OK了 反正我们两个没有这种情况 对我们两个没有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个就是朋友之间怎么去做了 这个跟你们两个之间其实没有太大所谓 而且你自己有个度 你自己把握住也不会有问题 想知道如何确定要跟他在一起 复合以后之前导致分手的问题还存在吗 就怎么确定要跟一个人在一起 就是他能不能吸引到你 他能不能抓住你的目光 然后还有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能不能开心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不考虑任何长远的问题 你们当下在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每天都会开心的 那复合之后 以前导致分手的问题还存在吗 其实分手的原因都是一些小事构成的 那复合之后之前导致分手的那些原因 其实我觉得还是存在的 就是除非你们是因为别的那种 那种原则性问题分手的话 我觉得就最好没有必要复合 根本就不用考虑复合 就是长期累积的失望 然后或者一些问题在那里 你知道这些人都会很伤心 因为你知道吗 你就是一些长期累积的那些小矛盾 对啊 就是长期累积在一起的小矛盾 就是这样子导致分手的话 那我觉得复合其实也还好 然后两个人因为分过手 其实在一起之后 也不能说过得小心翼翼 但是很多时候会自己注意到那个点 就是尽量不要去 不要再触碰到 不要触碰到 对方会不开心的点 这样子 新一父母不认同的感情 还能继续下去吗 我了解到的和我听到的 见到的比较少 其实我不太好说几句 因为 看上是什么原因 不让你们在一起 如果是一些不可调解的原因 比如说 家庭条件或者一些不可控制的这种抗力因素的话 那你们想要继续一起走下去的话 那就是将来可能还会遇到很多很多别的困难跟问题 然后跟家人之间可能也会有一些摩擦之类的 确实要考虑一下父母说的话 因为毕竟他们长辈 他们看还是有经验怎么去看一个人的 可能你当下觉得他们怎么这么苛刻去要求你的另一半 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会说的比较有道理 再听一下父母的建议 对真的要听一下父母的建议 因为他们看人其实还是比较长远的 关于同居的看法和在一起多久合适同居呢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如果说还是大学的学生情侣的话 我不建议住在一起 是在海外的留学的同学 如果你们大学期间谈恋 我真的很建议你们可以要么分开住 要么就租那种2B的房子 因为这样子两个人可以有各自的空间的同时呢 又在同一个屋檐子底下相处 这样你们可以观察到彼此是否合适 然后就算有任何出现了矛盾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们也不用挤在一个房子里面去争吵 可以分开各自冷静 对然后有真的到了不可调节的时候呢 那就各住各的 对吧 我个人是觉得没有特别有必要 一定要住在一起 因为其实像大学 如果你在一个学校的话 你基本每天都能见到 然后一直相处在一起 而且住在一起之后就很容易少了 各自朋友交流的时间 对 在一起多久适合同居呢 这个还是要看个人你们发展的速度是什么样子 就每个人性格不一样 可能两个人都是那种很外向的性格 可能你们刚开始就住在一起了也有可能 那有的人就是他们就是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 两个人可能都是第一次恋爱 可能没什么经验 可能就慢慢的两个人模和慢慢相处 到你们自己觉得到那个点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住一块了 反正这个还是要看个人 我觉得不需要给特别多的建议什么的 还是自己去摸索探索就好了 怎么跟家里介绍公开关系 爸妈要是问这问那怎么办 小姐姐我大一不知道咋跟我妈提男朋友的事情 我觉得主动直接提就好了 因为就是你主动告诉他你有这么一段恋爱了之后 爸妈他们其实是更容易放心的 好一辈的家长可能很多 真的有很多的爸妈结婚的时间也比较早 所以我觉得十八九岁二十岁谈恋爱真的再正常不过了 主动直接的提起就好了 对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事情 主动的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 绝对是比他们通过一些他们无意间发现了 或者通过别人听说了知道了 再反过来问你你是不是谈恋爱了呀 这样会好很多吧 对 而且你可以主动的跟他交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然后你是怎么相处的 怎么发展在一起的 你觉得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可以坦诚的跟他说 把你所知道的告诉爸妈 因为他们其实最担心的还只是说 怕你不安全 怕你被伤害被骗或怎么样 就是很正常父母的担忧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担忧排除了 把他们这个担忧去排除了 就不会有问题 然后下一个就到B站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条是怎么和好的 那么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 就不做重复的回答了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新的 热恋期过了怎么处理 怎么跟父母讲同学的事情 这个也刚刚前面介绍过了 在一起会聊什么 感觉什么事都可以和好朋友讲 所以感觉谈恋一直没啥必要 聊什么 我觉得我跟你聊 没有说会有一个特定的话题去聊 也就是聊一些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 或者自己看了觉得有意思的事情 分享给对方 我觉得我们两个更多的时候 说话对话 其实是在讲比如今天要干嘛 是因为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 所以感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好朋友说 所以感觉谈恋爱没什么必要 我觉得这个点在于 你还没有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 如果你遇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你肯定什么都想跟他分享 然后因为你目前 就是还没有遇到这样一个人 所以你的朋友在这个时候 起到了将来对象的这个作用 就是你什么都可以跟他说 什么都可以跟他聊 但是当然我跟我们谈恋爱以后 也还是会跟朋友聊天 就当然不会说 因为谈了恋爱 就把朋友抛下了我怎么样子的 下一个是在一起以后 有没有陷入过对方 好像没那么喜欢我的怀疑 后来是怎么走出来的呢 我会经常这么说 但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你怀疑我不喜欢这个 当然不怀疑啊 就是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喜不喜欢 因为对方是不是真的喜欢你 其实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了 结果有时候你嘴上会说说 像我的话嘴上就会说说 你不爱我了真的 那可能只是一个撒娇的方式而已 那可能真的会有人 他们就陷入了那种怀疑 可能就是真的你感受到的对方 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你 我觉得 比如说两个人 可能有一方对这个爱情看得很重 然后有一方觉得 没有投了那么多心思 付出多了一方之后 总会有一些疑似的困惑 还是说回之前的那一句话 我说过很多次 就是你两个人在一起 开心的重心 对 就是你两个人 就是还是说回之前 我曾经说过好多次 就是你两个人在一起一定是 你自己为重心 你自己为中心 而不是以对方为中心 你自己首先要把自己过好了 然后才是两个人一起交流 一起生活 一起过好 所以我觉得不用太在意 对方有没有那么喜欢你 或者太在意谁爱谁更多一点 如果你一直纠结于这个问题的话 那可能最后你会把自己弄得 弄得很不开心 然后可能你们因为这个两个人感情 不会有所提升 或者怎么样子 甚至会出很多问题 那男生其实本身 很多男生他们不是那么会表达爱 这个还挺难的 反正就是 用情绪感受 上次分手后的原因是什么 听说上次分手的原因 这个已经讲过了 我们跳下一个 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适合的人呢 下面有个人回答 时间知道 这个真的是时间知道 所以讲了一个点 就是大家都说暧昧期是最美好的 最甜美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你们刚刚认识 然后两个人彼此都有一点 心动有那么深了一点情愫 然后觉得对方什么都好 哪哪都好 对吧 一方面是你觉得对方哪哪都好 那个时候你很喜欢他 一方面是对方其实也在 只展示出了自己比较好的一面 那所有的问题都会在你们在一起之后 随着时间慢慢慢慢的出来 所以这个还是要用时间去看 随着时间一个人也会有很多时候 就是无论是心理上 还是各方面都会有一些改变 就像你18岁的想法 肯定跟你20岁的时候的想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会更成熟 然后自己经历的东西更多 对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时间知道 什么时候结婚 想这么说 这个也是之前说过了 我们目前就 而且大家都还在上学嘛 结婚这个东西不像谈恋爱 只是两人在一起那么简单 要考虑的东西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暂时也不会有这些规划吧 走一 而且说什么不以结婚为户地的恋爱都是耍流 我觉得这一点不那么苟通 但是如果说你们已经到了那个年纪了 就是该谈婚论嫁的年纪了 然后你还只是为了谈恋爱而出恋爱的话 那就确实要考虑一些问题在哪 但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话 就不会考虑那么多 不会考虑那么远 对 比较小的时候会有 我记得就是可能还没成年前 就是一直都希望说啊 就跟一个人谈恋 然后将来跟他结婚怎么样 就是会想的很长远 怎么怎么 但是我觉得就是已经过那个年纪了 现在比较就是成熟了 比较成熟了 然后考虑的事情变多 更多面了 对 然后就 就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想知道复合是谁提的 为什么分手 复合是要毛提的 然后为什么分手 你之前也说 对 前面也已经提过了 有矛盾会冷暴力吗 还是大吵一架 我觉得有矛盾 吵架肯定是比冷暴力好的 嗯 你们两个从来没有冷暴力 对 毕竟吵架 哪怕是吵架也算是 一变相的沟通或者交流吧 对 至少让对方知道了 知道自己在生气 或者对方哪哪做的不好 这样更好地表达出自己的诉求 自己的想法 如果冷暴力的话 大家都不说 都靠对方去猜自己心里面在想什么 那很难是解决 我觉得 对 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冷暴力 基本就趋向于 在提分手 嗯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嗯 对 姐姐和阿玛生活中会有摩擦吵架吗 怎么克服这个问题 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有 我们两个摩擦吵架还蛮多的 你不要说蛮多的 你不让别照顾你的感觉不好 不是感觉不好 不是感觉不好 不是感觉不让别人说 我们总是吵架嘛 我觉得很正常 吵架很正常 夫妻在一起的吵架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 就是有了夫妻在一起一辈子不吵架 有了夫妻在一起就是天天都吵架 你吵架为乐 嗯 我觉得就是你只要吵完了 两个能解决好 对 能够通 解决好 就可以了 其实有摩擦 有 有摩擦 有矛盾不可怕 只要决定好了 怕的是你两个人不去解决 对 不去解决 不去一起克服这个问题 但如果说你觉得跟这个人的相处模式 就是每天吵架 然后你不喜欢这样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两个人不那么合适 嗯 如果让不开心 大会就开心了 就不太合适了 嗯 介绍一波情侣配套的东西有很多 比如说就很少都可以衣服鞋子 一些情侣的牙刷都可以 对没有情侣牙刷 很多都可以 还有对戒 然后销链 还有我觉得就是 哦还有眼镜 之前配了一副感冒一样的镜头 被我种草 现在就是有异性闺蜜 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那次的异性闺蜜 不会来找我们聊天 我们也不会去过去找她们 也会大家都会从来保持距离 对而且我的特别要好的异性朋友 她也在谈恋 她也没空跟我聊的东西 姐姐说过是阿茅 我觉得你她最打动你的是什么呀 是什么呀 你说一个就好了 说一个 最打动的其实是她当时 对小动物的爱心 我觉得你这说的笑了 真的是这样子的 就是当时 当时因为是这样子的 阿茅她追我们 然后我那段时间 就是放春假三月份的时候 我跟晶晶她们要去一趟欧洲玩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要离家 大概五六天的样子 没有人帮我看猫 我当时找了很多的朋友什么的 然后阿茅就自个愤勇说 我去帮你看 我来帮你养猫 然后我就说这个男生好有爱心 然后我才刚跟她认识多久时间 她就愿意放弃她自己 春假出去旅游的时间 然后来帮我养猫 我当时还真的很感动 就是这一点我觉得 真的是最打动我的一点 那其他当然还有多别的附加了 就是 来啊来啊 快点说靠了 就是 会做饭 什么的 我就是没有说很什么的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生呢 他的品质各方面是好的 消费怎么分担呀 我们消费没有 就还是比较平均还怎么说 我觉得相对来是比较平均的 就 如果是两个人共同的像 经常的 买吃的呀 就是出去共同 基本上就是一人刷一次卡 嗯 各自家里面有什么需求 当然是各自开销 嗯 因为两个人其实现在 就是 更多时候吧 这个 经济来源还是爸妈嘛 所以 能够分清还是分清好一点 或者两个人还是 就是平摊一下会比较好一点 不要给对方 不要给对方太大的压力 太大的压力 嗯 OK 那我们就到最后一个平台 就是微博 然后打算先聊一个 我收到的微博私信 我觉得 很冒昧和心里讲一些我的感情问题 嗯 他们是初恋这样子 然后从高一到大二 这四五年的时间里面 女生是完全习惯了男孩子的存在 所以 就是 那些美好的回忆 让她觉得很幸福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之间的问题越来越多 一言不合 就会半嘴吵架 她是一个很喜欢自由的男生 不喜欢被别人束缚着 但是她总想拴住她 而且是一个固执的金牛座 所以她一切行为都让她感觉很不安 高考前的两个月 她和我提出的第一次分手 当时因为高考压力蛮大的 加上我手机被妈妈没收了 所以我根本联系不到她 也没有办法去交流问题 想她的话就会跑到教室后门 偷偷去看一眼 就觉得很幸福 这女生其实真的很喜欢她 高考后她找我和她 我就答应了那段时间特别甜 就像刚在一起一样 好景不长 步入大学 虽然在一个城市 但是不在一所大学 所学的专业也大不相同 话题越来越少 感觉在她心里的分量越来越少 慢慢变得不重要了 然后这时候她又提了一次分手 而且最让她困惑的是 她们两个表面分手 但还是会聊天会见面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也不觉得尴尬 就好像一切变成盛起自然的事情 然后她心里是很想和好的 所以一直在纠缠吧 然后她朋友跟她说不值得什么的 其实她在她心里我没有那么重要 一定是在大学遇到了比我更有趣的人 她本身是一个不会拒绝别人的男生 一直是我在给她优越感 她认为不管她说什么样的狠话 我都会坚持到底 给了她足够的安全感 但是我没有一丝是安全感 我想放弃这个人 但是做不到 戒掉一种习惯真的好难 我的建议就是 恋爱的时候不管是男生或者女生 如果把这把这两个相反过来也是一样 就都是不要爱得太满 喜欢对方超过了对自己的认同和认可 当你真心想要放弃一段感情 想要重新开始的话 第一个呢 时间是非常好的这个办法 时间会冲淡一些 第二呢就是 还是去尝试更多的事情 做更多的事情 认识更多的人嘛 毕竟现在在大学 肯定比在高中要丰富的多的多 有一个什么事情呢 当你想要尝试忘掉一个人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们所有的记忆 就是包括相片什么的全部都删掉 你不要让自己一遍一遍的回去看 这边也说了 她是一个比较追求自由的人的话 那其实我真的觉得无论是男生女生 你们在恋爱期间 一定要先找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定要把自己过好了 再去把握这一份感情 我很喜欢一句话 就是先过好一个人的生活 再过好两个人的生活 如果一个人的生活都过不好 那怎么去过好两个人的生活 对吧 就是去发现身边更好 更多别的美好的事物 然后来填充掉这个事情 而且你一定会遇到一个更爱你的人的 然后我们讲 接下来就继续讲微博收到的评论吧 然后是想知道和阿毛分开又复合 是因为某件事情还是一些三观问题 这个我们其实前面回答过了 那我觉得应该算是 其实有一些某些事情要加上三观 但是这个三观我们其实也在慢慢的挑和 对因为你两个人想要再一起的话 你肯定还是三观要一致才有可能继续往下走 如何看待同居性行为 赞起来有319个赞 你看看大家还蛮感兴趣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比较个人 就是你每一对情侣你相处的方式不一样 有的人你在一起个三四年从来没有过性行为 然后你有的人可能刚在一起一个月你就发生性行为 你刚在一起一周就发生性行为 这都是很正常的 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都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对吧 就如果你的想法不是那么传统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喜欢一个人你爱一个人 你跟他发生性行为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这是水到渠中的事情 然后重要的点就是保护好自己 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一直告诉我的一点就是 第一要保护好女生 其实保护女生也是同样也是要保护自己 心动的瞬间有哪些时候 我先说一个 要不我说一个你说一个 可以可以 我们就讲三个瞬间 然后各自心动的 不然这样要讲太久 那我先讲第一个吧 就是我们买了早餐机之后 就早上醒来可能我还在睡觉或者刚睁开眼睛 发现你不在了 然后过了一会儿你就 端进来热腾腾的三明治 就很让我心动 那我也说一点 就是他他是那种就是还在睡觉的时候 就比方我们两个早上醒来 然后我就想喝水嘛 然后就是他还很困很困的时候 我跟他说他蛮渴的 他会下意识的去找水给我喝 就是不会说觉得我不 就不会不耐烦 然后说哎呀你自己去拿 或怎么样 就是他可能还闭着眼睛或者 而且他滴完给我水之后 他下一秒就会倒头就有水 就是那种情况 就是还蛮心动的其实 对 最近我们一直在家里嘛 然后我打游戏 我会打2K 一直想要你陪我一起玩 但是呢你最开始一直都很不情愿 但突然有一天呢 我们一起去逛超市 然后你就突然说多买个手柄吧 我想和你一起玩 所以我挺心动的 就觉得就 我不知道这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我一直很想让你陪我一起打游戏 其实并不是想真的想让你跟我一起打游戏 只是想 想两个人一起做一件事情 对我们想做一件事情 两个一起打游戏 你两个一起做一件事情 然后你从不想不愿意 然后变成突然说想多买个手柄 要我挺心事挺意外 也挺开心的 算挺心动的一个 OK 然后你之前去年暑假回国 然后我们把体体万文带回去了 然后那个时候有一天 我妈出门的时候丢垃圾的时候 忘记把门带上了 然后万文就跑出去了 就走丢了 发现了万文走丢之后 马上跟她说了 然后她跟我打着电话 然后直接打了一个车过来 我们家这边找我 其实她们家对我们家真的还蛮远的 就打车的话都要一个小时 真的很可能 那一个小时我就找到 然后也确实是这样子 在半路上 她刚上高丝我就已经把万文找到了 就是她的行为 就是让我觉得玩好有一种可以依靠的那种感觉 有时候我们晚上出去玩 或者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玩 路程很远或者时间很晚 然后你一般都是很困想睡觉 其实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 就是当时可能已经睡着了 眼睛闭上了 然后嘴里面还在道顾说 我会陪你说话的 我不会睡着的 我会陪着你开车的 说我不会困 我不累不困 但是可能你已经睡着了 我不知道是说了木话还是下意识说是 但我就感觉挺暖心的吧 就是 你还能说一个吗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心动 心动咋样 你要 就是最心动的一点嘛 就你刚刚也讲到了 就是无论我要去哪里 她都会陪着我去做 像前两天7月生日嘛 然后她在新泽西 然后我跟她提出 我就说想过去给她过个生日 想做一个惊喜什么的 然后我就订了个蛋糕 我说我们两个可能要想办法 先去趟新泽西 把这个蛋糕放好 因为我们那天 因为我想说给她过惊喜 她是不知道我们是12点整点 给她过生日 我就跟她说 可能我们要先开车去一趟新泽西 然后要绕路 然后她找了朋友 把蛋糕放在冰箱什么的 反正那一整天 现在她都一直陪着我 然后 加上那天晚上 我们搞到三点多 才回家 就是开夜路那天 就她那一天 开车也开了很久 去了 去了蛮多地方 这种时候 就会觉得说 她这个人真的很好 很值得的依靠 然后 对 金钱如何分配 像我们现在同居 住在一块的话 就是一人刷一次卡 对 然后 我觉得 就是 最好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不要 让男生付所有的钱 然后 也要养成一个习惯 不要 女生付太多的钱 就是 为什么会说这么一点呢 就是我自己 有过这样的 经历嘛 然后 还有很多的女生 我看到下面有评论 就是说 男朋友从来不出钱 然后 全部都让女生输 就是我觉得现在 现在这个社会 真的很多这样的情况 所以 近来还是两个人 能A就A 然后 除非你们将来就是 结婚什么的 那是另题 就是会有另一种 金钱开载的方式 但是两个人如果是 谈恋爱的话 真的还是 平均一点 当然会比较好 嗯 然后 复合之后觉得相处 比之前更舒服了吗 我其实我觉得没差 因为我们两个复合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搬家 嗯 然后搬完家 就到了一个新的处 就是到了一个新的公寓 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我们两个又 感觉像是完全重新 就不会 不会说 更舒服 或者说 没之前舒服 我感觉差不太多 而且我觉得 两个人复合之后 那个感情 就如果你感情还在 你一复合 那个感觉就是 还是蛮熟悉的 对对 不会说 不会说很熟 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 就不会是那种 你想接近他 但又觉得很陌生 就那种生疏感 新英和阿芒 经过异地吗 是怎么经营感情的 我们两个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我们俩是 大学同学 在美国才认识的 但是我们 基本 就是我们在国内 都是在广州住嘛 然后 但其实还挺远的 我家在攀语 我在金沙州 对在金沙州 然后地铁的话 是没有直达的 然后基本上 也要一个多小时 但是相对来说 就是等于 基本上等于没有经历过异地吧 然后有过 就是我出去玩什么 那么小 小一路院 对 就是之前去年暑假 七月份的时候 去了趟日本 然后 我觉得那是我们两个 就是分开时间 算是最久的一次 就是分开了 有二十多天没有见 我们基本就是 反正我基本就是每天去哪里 会跟他汇报一下 然后晚上可以的话 稍微打打电话 这样子 但也不算分开特别久吧 所以我觉得没有异地的困扰 然后最近发现一个对认识了五年的朋友 动心了 那感觉自己不够优秀 对未来也不确定 好像什么都没有 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都在考研备考 考虑明年考完出成绩之后 要不要跟他说 当然说 为什么不说呢 就你都已经计划好的 是考研完了之后去说 对 尝试了 失败了 从病以后可能去做要好 对 对吧 我觉得就可能会有一个过滤 就是说 是很要好的朋友 然后跟他讲完之后觉得 之后会尴尬什么 你之后带着这种 另一种感情 跟他以朋友的方式去相处的话 也会很奇怪 你可能会要自己或 不是很司法 可能对方 之后也会差别的出来 家境相差大的两个人 该如何相处 确实上面有人问 相差多大呀 方便出 我觉得如果是相差 特别特别大的话 可能会比较难 因为总有一方 付出的多的时候 这个天称它一旦不平衡了 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所以如果是相差特别大的话 就比较难 但是如果说 相差不是很大 就是有一定差距 但是是可调控的那种 你们可以通过 两个人自己的努力 因为你毕竟将来是自己的家庭 就是或者是你们两个在相 你们两个在一起 住在一起 那就是你们两个如果能够 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赚到钱 或者说把这个差距缩小 那不就好了吗 对 然后是如何教男友拍照 怎么教按摩拍照 怎么让男朋友配合自己拍照 就是反复经历之后 我才发现男生真的是要反复教的 不是说你教完这一次他懂了 他可能今天给你拍好了 明天再给你拍的时候 他又不会了 就是很正常是一定会发生的 这我也搞不懂为什么 就是想要尽快让他给你拍出好看的照片的话 你们可以选择一些参考图给他 教他怎么去拍 让他心里看出你想要拍出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让他多去看 让他自己心里面有那个概念 就是你可能想要拍的是全身的半身的 然后怎么样 全身是拍到哪里 拍到拍到什么位啊 这样子 就给他一个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当我有一个很明确的参考的时候 我就能够很好的 当我有一个很明确的参考的时候 我就能够比较好的拍出你想要的效果 天好黑啊 现在我们赶紧结束了 要结束了 刚好也已经说完 如果是想要跟男朋友拍合照什么 然后他不愿意的话 我觉得就是你跟他说留下爱的回忆 就是留下一些纪念嘛 丑不丑我们所谓的拍出来 反正是两个人自己开心的事情 OK这个天也已经很黑了 是因为现在对刚刚收到了短信 就是要下暴雨了 然后我们也该结束今天这个视频了 今天这个情侣Q&A到这里 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帮助 参考建议什么的 然后也仅代表我们两个的个人观点跟意见 然后那今天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因为我一直是觉得能遇到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人 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那一段时间还是坚持了坚持了坚持 所以还是那一段时间还是一直在坚持 然后可能也是我们两个也是感觉还有还在 所以后来后来就是 那今天主持人的都会发 zinc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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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